十字路口还是红灯 对象车道轿车正在左转 没有想到右侧后方 来了一台重机完全没有减速 碰得一声撞上轿车 骑士倒地不起 而这样的车祸 在宽阔的北海岸滨海公路上 常常上沿 一辆辆机车和轿车呼啸而过 北海岸的风景优美 又宽又止的路段也不少 是许多重机骑士的最爱 今天旁边有海岸 然后加上又有咖啡 然后等于说算是一个 舒压的一个好地方 只是北海岸侧速照相少 骑重机或开车 车速常常越来越快 蛮笔直的啦 转笔如果天气好 然后四线又加 住线又笔直 难免就会开始会加速 一定会这样子 所以会比较危险一点 对一个疏忽就会把 对对会疏忽到 一个疏忽就常常害死人命 像和二厂的门口 曾有保厄助未警 就在上班时被对象的车辆撞死 在万里隧道也曾有机车歧视 因为车速过快 转不过去 直接撞上水泥护栏身亡 还有艺人罗柏吉也被民众直击 出现在十八王公庙附近 身边就是超跑车队 当时这群超跑还因为超速 被开了好几张法单 超跑重机都喜欢到这里狂飙 让当地居民又害怕又无奈 他就是说我这个可以坐近 他就打拼坐 他就直接坐去了 他也没感觉说我很近 我们这些人 住在这些人就比较重 我先坐我们这些人就比较重 北海岸沿线大小车祸不断 警方除了加强拦减 也考虑增加测速照相机器 但治标不治本 北海岸飙车天堂 被撞死的亡魂 只会多 不会少 记者朱定荣 新北市报道